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蒙古国他们的政治中心 陈吉斯坦广场 对面呢就是有陈吉斯坦雕像啊 他这边正在举办一场这个汽车拉力赛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国家的汽车文化 就改装的非常厉害 而且有非常多的那种豪华的四驱SUV 这是蒙古国的他们的摩车摩model yeah very high 他们长得非常高 然后一部也很白色 thank you thank you 你把我闀发练成了 我对压力的主要是从来来 我跟看他走的那种火 эту词 什么可能没有 看不通话 我都会去掉下来 但这种武馆都发生了 但你没了解 我都很自然词 如果你和其他人都没输了 你别人自然都呛 就是了 我还能做到个人都不打开 你在手上 里面的心乱 里面的痛复 里面的心乱 哪一里面的身子 他在外面的心乱 把这个听到 我都不想他 是他的轮后 chall i 提起 他们都交给他 然后 拿出来 让你能复杂 看你能够 看你会 看你能够 看你 让你能够 看你啊 看你会 看你能够 看你能够 这个现场放了非常硬核的蒙古Rap 这是我最喜欢的蒙古文化 就是蒙古Rap 非常的硬核 有战斗民族的感觉 他们这些车现在全部走了 这就是他们总统办公的地方 刚才走的时候这样绕一圈 把发动机调到最大的声音 然后来炸街 就是说明他们汽车文化 在他们国家是非常自由的 然后这个活动叫做 好像是叫雨林挑战赛 蒙古雨林挑战赛的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是自由的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来参加 如果说国内有一些汽车爱好者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报名 我会把他的名字发在我的评论下方的 我第一次看到蒙古国独特的这种文化 就我在没来蒙古之前 就听说他们汽车都是二手的 韩国并没有 其实他们很多 非常多的大鸡在他们国家大街上 非常容易见到 还有他们那种Rap的文化 非常的战斗豪放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Rap OK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这广场上的两个婚车也是大计的 还有路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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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